現在要上的東西叫做金屬的冶煉 就是提煉金屬 我們講的是煉鐵 就是把金屬從金屬礦物中提煉出來 這叫做冶煉 有些東西的活性很小 自然界可以用元素狀態存在 比如說黃金 我們就直接掏一掏洗一洗 就會得到黃金了 但是很多東西它都是用 化合物的方式存在在礦物中 所以你要經過一些方法 讓它從化合物變成所謂的元素 這就是所謂的冶金 基本上我們是讓它從氧化物把它養丟掉 就是還原 所以從礦物還原成金屬 那如果它本來不是氧化物的 我們可以想一點辦法 斷燒啊 讓它變成氧化物 再利用我們的還原劑 讓它還原劑 讓它還原成金屬 我們的還原劑通常用的是碳 原因 普遍 而且便宜 便宜 而且很好用 很多東西都可以用 很多都可以用 我們談的是煉鐵 煉鐵 第一個剛剛要有鐵礦 我們的鐵礦是三氧化二鐵 還要有一個煤焦 或者叫做焦碳 就是碳 你剛才講過用碳當做還原劑 還需要灰石 灰石做什麼用 當毀告訴你 所以煤焦當還原劑 然後呢 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也蓋一下說灰石要去泥沙的 那麼這個當毀會告訴它的反應狀況 基本上就是這個東西 圖上要補風爐 高爐 把東西都丟下去 然後燒得熱熱的 然後用它發生反應 我們就只有這樣子講 但是真正的工廠 它有它自己的配方 自己的做法 那些細節我們不管 我們就基本上就這樣做 基本上就這樣做 丟下去 受熱補風爐 然後開始反應 來 煤焦可以燒 燒出來會變成一氧化碳 碳燒完正常是二氧化碳 但如果氧氣不夠就會變成一氧化碳 高爐密閉裡面 氧氣不足所以變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可以還原鐵 反應方程是寫給你 碳本身也可以還原鐵 方程是寫給你 讓它從鐵礦變成鐵 讓它從鐵礦變成鐵 然後這是我們的所謂的煤焦 然後來當做還原劑 還原鐵礦變成鐵 那我們又說加了灰石 我們加了碳酸鈣 我們告訴過你 碳酸鈣受熱分子會變成氧化鈣跟二氧化碳 但這個二氧化碳活不長 裡面的氧氣不夠 所以你不可以一個人分到兩個氧 所以你要變成一氧化碳 然後你變成一氧化碳之後 又可以當做還原劑 去還原我的鐵礦 這樣可以充分利用 可以讓我的反應更加的完全 所以就是灰石分解 然後得到氧化碳、二氧化碳 然後這個氧化碳會跟鐵礦你的泥砂 看來要寫過灰石是要去泥砂 要這邊做 氧化碳會跟泥砂作用 產生所謂的偏細酸鈣 俗稱叫做溶渣、渣渣 這個渣渣、偏細酸鈣 這個渣渣的密度比較小 會浮在你變出來的鐵水上面 因為那裡面很熱 所以鐵是融化的、是液態的 所以有所謂的鐵水 這個溶渣是浮在這個鐵水的上面 那這個浮在鐵上面是有用處的 那就會告訴你 所以氧化碳會跟泥砂作用 形成所謂的溶渣偏細酸鈣 這個溶渣密度小浮在鐵礦上面 它的用處就可以防止鐵在氧化 因為鐵水很熱、很容易作用 浮在上面擋住、不跟氧 不會讓它看到氧、隔絕氧氣 所以不會再氧化 不然你變了半天之後又再氧化 又是沒有用了 同時這個渣然後把它刮掉 拿出來可以練水泥 所以溶渣有兩個用途 第一個防止鐵水氧化 第二個用途它可以練水泥 這個是考試有人會問你的 問你的那個溶渣做什麼用 所以請你注意 還有兩個用途 防止鐵在氧化 同時是做水泥的原料 這樣從高爐裡面我們就練出來的鐵 練出來的鐵 這我們以前教過的 剛剛練出來的鐵 含碳量比較多叫做什麼鐵 深鐵 深鐵很好 含碳量比較多 比較適合鑄造、不適合鍛造 不是在那邊敲來敲去 叫做所謂的鑄鐵 然後想辦法讓裡面的碳盡量去掉 剩下的金就接近純鐵 要說什麼鐵啊 熟鐵 鐵金屬有延展性 所以就可以敲敲打打 就變成叫做所謂的鑄鐵 適合鑄造的鑄鐵 所以這就是我們有關於鐵的演練 請注意它的原料是什麼 要知道它怎麼樣還原的 誰當做還原劑 要記得幹嘛要去加碳酸鈣 碳酸鈣受惡有什麼結果 那麼熔渣是什麼形成的 熔渣有什麼用途 這就是你要背的東西 可以嗎 可以 很好